我在审讯室里被孙志明打 然后我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了对方 事后把他老婆约出来谈话 不好意思大姐来晚了 你每次约女人的时候都要迟到吗 大姐不怕你笑话 我是第一次约女人 而且是大美女 叫我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 大姐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审讯室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被你迷住了 这小子啥情况 是吗 即便这个女人已经有了老公 而且还有了一个四岁的孩子 你也喜欢吗 如果是狼才女猫的话 我只能是羡慕嫉妒恨 但是话实说 孙志明长得太那个傻了吧 要不是穿着制服 怕是出去喝个茶都得被人封出去 断红差点被逗乐 孙志明确实矮小刻尘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然后会怎么样 总觉得一朵鲜花就这么插在牛份上 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小屁孩胆子不小 但经验不足 你看我长得多帅 又这么年轻 咱俩要是走在一起 那才是真正的狼才女貌 你当我们是在谈恋爱呢 还狼才女貌 等下是不是还要谈谈人生理想 不仅如此 我还可以给你你没有的东西 比如 我可以给你安全感 你老公不敢干得我干 而且你虽然再漂亮 却有个丑陋的老公 别人羡慕你成为孙家儿媳妇 但背地里恐怕有不少人在讥笑 然后又是一顿说辞 断红一下子愣着 他以为二虎会说什么 给多少领多少钱之类的 这时电话响起 是老公孙志明打来的 断红第一次感到有点不耐烦 什么事 老婆快来医院 我的手脚都断了 是不是酒驾出事了 什么呀 是被假二虎那个屌毛给打了 他刚刚在停车场等我 我用那五十万治疗 好 我马上赶到 断红挂断电话后冷冷看着脚 孙志明了你五十万确实过分 但是你也没必要打他吧 你说的不错 我长得好看 他长得很丑 所以我就必须出轨吗 说完直接走了 小姐看到断红下来 知道谭崩了 姐 怎么了 这个混蛋把我老公打得住院 现在估计判了跑过来求我 真要是真诚的认错也就算了 可他倒好 该老娘实伪难计 姐 他确实是因为喜欢你 才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他都还没动手 断红愣了一下 别看他是个相伴了 重复深得很 他当时一定想好了 要废掉我老公 看我对他一直合眼悦色 所以想到在我身上 打开突破口 虽然他非常狠 但绝不是好色之徒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我想勾引他 但几次都没成功 断红打量的小姐 如果他怕你公公的话 当初就不会揍你弟弟 更不会做完你老公后 用来求你网开一面 断红依旧没有吭声 姐 按说我跟你没有任何可比性 但作为一个女人 其实我们同样命苦 孙家确实给了你很多帮助 但你并不亏欠他们 你知道呢 我们KTV大部分姐妹 都跟孙志明在一起过 小姐 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姐妹 你犯不着为了一个香大佬 这么得抹黑孙志明吧 姐 正因为你对我好 我才跟你说心里话 我们这里很多姐妹 都在你那里看过遍 你还奇怪地问 他们腹部为啥 都有一个小三角 断红点了点头 那都是孙志明用大头针刺的 他有这种嗜好 因为他长得像个三角眼 跟他在一起过的姐妹 都被他留下标记 断红一脸铁青的转身就走 姐 你要干什么 我不是好欺负的 姐 我见过太多你老公这样的男人 来我们KTV消费的 以他级别和地位高的男人多了去 他们老婆找上门后不吵不闹 甚至出钱 把他们老公喜欢的妹子 请到家里 为什么 这些女人可不是软弱 而且都有相应的地位 他们选择以公为首 毕竟闹大了 只会把财富拱手让人 然后小姐给断红分析 基于断红美色的各级领导非常多 要不是孙家 他估计早就被人潜规则了 那我就必须忍气吞声 甚至把你的姐妹们请到家里去吗 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这句话适合男人 又何尝不适合女人呢 刚才说的那些女人平时也会在外面玩 断红不可思议地看着小姐 走四了公粮 回家就没办法交作业 孙志明现在估计都没碰你吧 何不适时二虎 况且孙家还奈何不了他 假二虎 不行 为什么 他刚把我老公送进医院 我要时针跟他有什么被别人知道 还不被人戳几两股 姐 听我一句劝 给自己一个机会 孙家势力大 没人敢追你 除了假虎 然后又是一顿劝说 二虎下楼后 断红已经走了 假总 问题不大 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谢谢了 肖经理 没事 二虎来到停车场 一辆车开到跟前 随后两颗花生鱼擦肩而过 我靠 二虎直接躲到柱子后面 随后打了几发后对方就开走了 二虎回到PTP后直接打给大头 头哥 问你件事 除了你之外 海城谁手里还有五连发 没有 五连发算是比较先进的 即便是去南方 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那两连发呢 据我所知是没有 因为在我来海城之前 社会上的人都不用火气的 那你听说过自己谁有吗 没听说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问问 谢谢了 二虎挂了电话直接去办公室拿交 奇怪 他什么时候跟头哥成了朋友 然后小姐打电话问大头 然而对方还是不肯说 你就算不告诉他 他也会搞清楚 刚刚他差点被暗算 以他的性格绝地三尺 也要把对方挖出来 你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告诉他 我如果告诉他是谁 他就会直接找人家 让他绝地三尺好了 说不定会引得海城全社会的人 与他为敌 让他们勾搖国好了 到时候我做收鱼翁之礼 随后二虎来到医院 直接掏出家户指的孙志军 你和你了吗 说的话完全不像是在下午 在场的人都惊住了 孙志明下的话都说不出来 昨天挨了揍 他忍气吞声没报案 还跟父亲说自己是出了车祸 兄弟 假老板 我没做什么呀 不是你刚刚让人袭击我的吗 一连长领北开了四发 领北从来不吃亏 也不占别人的便宜 现在就还你四发 别别别 我真的没有就任何人袭击你 而且海城现在除了你 社会上也没人有火器呀 昨天教训了你 今天我就被袭击 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我 图君 你想快说 是不是凯叔派的人 图君跟孙志明刚好同一个包厢 我没有叫凯叔 是之前叫的 不过凯叔刚刚来电话 一定能把你搞定 看到二虎冷冷的眼神 贾总 贾老板 这是你之前就知道了 绝对不是我今天跟他说的 我本来还想带小姐走 可见我真的没有在报复你的意思 你也是聪明人 凯叔肯定不是为了我 就算他真要是把你怎么了 我估计他也不会把KTV还给我 这么说是猴子下的手 这个我真不知道 昨天我找凯叔的时候 他跟我说猴子不在海城 说是去了南方 二虎瞬间明白 意识到这次是猴子去南方卖了火器 你的伤病不重 这两天赶紧给我滚 永远别出现在海城 至于小姐 你不配 是是是 然后图军给二虎掐了一声 二虎听完直接走 快赶紧给我换条裤子 我瞎妙了 医院门口 谢谢 我是实话实说 他本来就配不上你 说着摸了摸对方的脸 贾总 你不用用这种方式对待我 我不是你的菜 我刚才拿火器的时候 你是不是打给大头了 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我问了 他没说 你刚刚跟着我上楼 是怕我真的干了孙志明吗 小姐点了点头 六扇门的人最好不要惹 如果最后落在他 或者他同事手里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二虎没有说话 笑着点了点头 两人很快来到凯叔全场 你在车里等我 别下车 说完二虎独自一人下车 看着二虎的背影 小姐泛起了苦思的微笑 真是天意弄人 如果早几年认识贾二虎就好了 二虎到了以后直接打电话 电话打了好几次 凯叔才接起来 哪位 贾二虎 哦 你就是贾二虎 听说过 你不是 找DM跟我废话 你不是找涂军要三百万吗 我带来了 就在你的拳场门口 你过来拿吧 海叔倒吸一口凉气 因为二虎在他们 有家后的情况下 居然敢一个人上门 二虎兄弟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那些拳手不是你的人吗 我这几天都在省城 是涂军给了我的拳手一百万 让他去找你 我得知后一气之下 跟他要三百万 不给的话直接消互 没想到他请你来了 这么说你不在海城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就这两天吧 行 那我就等你三天 你回海城后我们见面谈 好的 不过在这三天 你的拳场别开了 开一次我再一次 年轻人不要太冲动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你拿个杯 你算个毛 信不信领备 三天后送你去殡仪馆